我的男朋友常常觉得别人不重视他 一点不如意的事就要到处抱怨 别人的一句无心的话 他都可以把他放到自己的人生中 觉得他在受攻击 这样的人是高敏感族吗 在这边我想要郑重的说明 高敏人 这几个字 不要拿出来随便乱用 高敏人他是有研究的 他是会有问卷 他有一些特质 高敏人的特质 这些你们可以上网去查 都有文献可以查 这些特质呢 比如说他比较要求自己 他比较享受独处 他比较怎么样 但是高敏人的特质 没有一个是 会把别人的闲话拿来 当作攻击自己的方式 没有这个东西 不要想说 这个人好像很在乎别人讲的话 就是高敏人 完全错误 一个人过度在乎别人讲的话 或者是人家讲 或者是路人走过去 觉得你在看我吗 这不是高敏人 有时候 可能这个是自卑 或是幻想 或是干嘛 跟高敏没有关系 不要什么都扯到高敏 高敏人不是一个 不是一群不好的 他就是一个人的特质 这群人可能天生比较容易感受得到人 那他有好或不好 有高级 没有 他就是一个人的特质 那会把别人讲的话 放在自己的人生当中 会觉得 他在说我吗 他为什么今天不跟我讨论 他是不是不重视我 为什么我明明就是他的主管 他为什么要越级 他为什么要跟别人讨论 这怎样 我的地位不够吗 我的重量不够吗 这是高敏人吗 不是哦 比较有可能是自卑 这是也是要更深入的去讨论 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过度的把别人的行为放大解释 你是觉得自己太重要了吗 还是 你是 你的价值是建立在别人的行为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肯定你自己的价值 就只能活在别人的嘴巴中 那这个不是高敏人哦 这个是 被牵着鼻子走的人